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Meet is Alec 咪咪的小型人王,我是阿哲 相信我在玩Magic of Athermos 就是那個天堂模組的 的一些人都知道 就是這個模組其實是 蠻受大家歡迎的 怎麼說呢,那個除了是 他就是一些 原創性很獨特之外,就是 有那個地獄,然後他又再創一個 天堂,而且裡面的東西就是 你看我實況人都知道就是 非常的多樣,就是有別於 因為一般的模組他就是 非常數一數二的 然後,可是用久了大概 也是覺得 有些建議的地方啦,像是 那個版本嘛,版本是我 最care的,因為1.2.5 現在都已經1.5點 多了,1.5.2了吧 對啊,現在還在用1.2.5就是 我在實況的時候也覺得 用不慣啦,就是想要讓他 更新這樣,當然啊,他們應該也 聽到我的輕聲了,就是 最近他們就是已經有 出了那個 Acer2,就是 天堂模組第二代了 當然這對一些天堂迷啊,當然 也包括我就是 也是一件非常讓人家興奮的消息 嗯,這個嘛 然後這部影片呢,我們沒有要玩 天堂第二代,我們呢 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之前,已經 好幾個月前已經 就是有做一個 天堂第一代的 那個,懶人包 就是你一按 就可以來,那個 你按就可以安裝 然後就可以玩了那種 呃,對 對啊,只能說 大家久等啦 那個,天堂的懶人包出了 我已經做好了 然後,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想裝吧 那我們現在就 廢話不多說,開始囉 首先呢,就是 就是,影片那個 描述下面應該有 一個,這個 網址 就是這個 Media File這個東西 反正就是 按下去嘛 按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看到這個 等一下喔 就可以看到這個 第一代 第二代 然後當然 你們是要裝第二代嘛 因為第一代就是 之前那個 天堂模組的東西嘛 你看 40MB喔 這個只有40MB 可是第二代呢 第二代你看 那個 那個 攀升到了 100多MB了 這個嘛 對 天堂模組的 它不只是把 那個 1.5 那個 那個 麥克 版本 從1.2.5 更新到1.5.1了 它不是 它不只是這樣 它一些 裡面 就天堂內容 只能說 整個大概啦 就是 有真有減 像是一些 就是 天堂第一代 就是一個 蠻重要的東西 可是在天堂第二代 它卻把它刪掉 所以你看不到了 呃 對 呃 所以呢 好啦 怎麼會再談這個 反正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然後 對 大家看到 看到這個應該已經看了很久就是 嗯? 為什麼會有純淨版還有進階版呢 這個 顧名思義嘛 純淨版就是 我只給就是一些 就是 那個 你裝了之後 它就只有 安裝那個 天堂模組 就是 Ather Mode 2 進階版它又就 我有就 另外裝一些MOD 看你 就是看你所需要的是什麼啦 呃 其實 說好效能 其實也不一定啦 因為 進階版我有加那個 Optifun HD 就是 它是可以改一些 你的那個 效能的 東西啦 所以 這個 誰看你啦 看你自己 Size 你看你才差一面筆而已 都很大 我知道 啊 反正就是你就 折一個下載嘛 反正就是 隨便按 進階版嘛 然後 很簡單就按 擋路就好了 應該不用我教吧 然後下載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我是下載進階版 進階版的話呢 我們 就來拿進階版做 那個測試好了 可是在這之前我覺得 建議 建議你就是 在minecraft裡面不管是正版 或是單機版的 你都可以按一下這個 Frost Update 就是讓它更新 就是 變成一個非常乾淨的版本 就是 對啊 避免一些意外 雖然應該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 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很快 反正 對啊 然後 你看1.5.5 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裝的 好 那這個嘛 更新完之後呢 然後就開始吧 就是 就是裝這個 你看 進階版的 然後 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是進階版 我這邊有跟你講 就是有包含了 NEI 然後這個 minimap就是那個小地圖嘛 就是在右上角會有的小地圖 然後 Optify HD就是 改善你的畫質或效能什麼的 然後 NEI不用多說了嘛 嗯 然後詳細介紹就是 這個網址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網址是嘛 對你滿有幫助的 就是 就是 相對一些 我剛剛是不是講錯 相對一些 就是不管是新手 或是 欸 不管是 麥克里斯新手 或是老手 就是 麥克里斯 就是 如果你對天上二不太了解的話 你就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就有一堆 就是什麼 新增什麼東西啊 什麼的 像這個是 這個 是蠻推薦你看的 因為我覺得它寫的 這個桌子寫的真的是 還蠻不錯的 對啊 就是一堆啦 新增什麼東西它都說清楚 這邊就不多說了 嗯 對 然後 我們再繼續了吧 然後 安裝教學 安裝教學就是這部影片嘛 當然這部影片網址網友還不知道 所以 之後會打上去 然後 麥克里版本 1.5.1 這不是1.5.2 可能是 對啦 它在開發的時候可能就是 以1.5.1.1為基準 可能之後更新會變1.5.2 我不知道 然後 MOD版本就是 A32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 如果這個版本有 更新的話 那個 之後 不久後應該也會更新才對 然後 椅子BOX 這邊也要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是Alpha版的 對 Alpha版就是 就是 非正式版 有點像是測試 就是測試版的東西啦 所以 會有一些 小Bug 可是我還沒遇到 至少 目前我還是沒有遇到 然後 NEI是半殘狀態 這個 更重要了 怎麼說 如果你要NEI的話 其實 這個 真的是半殘 他說 按E鍵 那個 打開背包不會顯示就出來了 然後 打開箱子的時候才會出現 這個 如果你聽不懂的話 我之後也會 幫你解釋一下 然後 TMI也是如此的情況 注意 就是 我之前裝TMI 就是狀況也是這樣 所以 無解 真的 只能說 等這個版本更新之後 看能不能修正了 好 對 這個地方看一下之後 就開始吧 安裝 這個 他就會問你說 這個檔案存在囉 你要不要改 對對對 然後這個 這個你應該不會出現啦 你應該只會出現那個 覆蓋Minecraft 因為這個是那個MOD 這個MOD 你就直接按飾了啦 對啊 然後 覆蓋之後 好了 你看 很快的 很快的他就裝好了 然後這時候就開啟你的Minecraft吧 記得這個 FORCE UPDATE 不要打勾喔 不然 不然你就白帶 剛裝就什麼東西都不見了嘛 然後 Enter again 進去了之後呢 他就進這個 好 先把它放大好了 然後 對 然後這個時候就等他跑一下吧 也就是上次應該都是已經裝好了啦 對 然後呢 一般你進去 對 你看這個Enter 2 這個什麼東西都改 可是一般你進去的時候 你應該先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Choose a Main Menu 這個地方就是你要就是注意一下 這個 你應該也會搞錯 因為我之前一開始裝 這個畫面 我就是搞錯耶 我就想說 哎呀 怎麼那麼貼心啊 就是 說 欸 他原本的Minecraft有保留 然後Enter 2也有 然後 欸 第一代也有耶 然後對啊 其實 對 被騙了 這只是那個 那個Menu的排版設計而已 看這個 Minecraft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原本的 然後Enter 2就是這種 這種排版 然後 Left Micro就是這邊移到左邊去 Enter 1就是之前玩的吧 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應該也不忘多說 就是 當然 然後Enter 2 當然是Enter 2啊 然後你看這個 Eight Mode Loaded 就是 雙二 八個Mode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對 然後這個 我們再創建一個新世界好了 嗯 這個生存 就離開 7月之後 要用 好 那就直接開始吧 其實這個 就 對啊 就跟第一代一樣 也跟日本Minecraft一樣 那個 你要蓋一個 天堂的 那個 Gate的話 那個 就是傳送門也是 也是跟第一代一樣的蓋法 就是 對啊 好 好啦 這個 這個 地形 真的是 麻煩死了 不管啦 反正就是 我們就下去吧 然後這個地方好暗喔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 我們現在就先蓋那個啦 蓋那個才是重點 呃 蓋那個 我們先把它那個 調到那個好了 喔 可以打死令了 不然事情一點二點五都不行 呃 好 那我們就先改成創造模式 改成創造模式之後呢 對 然後我們先拿一個 然後對 你看 按一鍵之後 左右的 左右的東西不見了 然後呢 你拿這個箱子嘛 拿箱子之後呢 才發現 嘶 它跑出來 這個真的是無解了 正 只能說 欸 如果你很需要應用的話 請隨時帶一個箱子 怎麼這樣講啊 然後TMI也是這種情況 所以 然後 等更新 然後我們就是 找那個銀光石吧 拿十一個 拿十一個 隨便啦 就是拿十一個銀光石嘛 那就來做吧 對啦 反正就是跟上次一樣的 跟上次一樣 然後 啊 又不見了 對啦 然後我們再拿這個水桶嘛 好 那我們就進去吧 你看 然後這個第二代更新的地方就是 那本來第一代進去那個 全中美之後 它就會一直這樣轉轉轉 然後才 才開始再跑嘛 現在不用 現在直接進去就直接跳到那個 那個在load的畫面 還不錯 所以呢 對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一些東西都 你看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變啦 可是 其實仔細 仔細去那個探索 其實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改變 像這個是為什麼 感覺上是變強 變長了 然後這個紫色的影音 其實也會有些變動 對啦 然後 對 然後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我們先把它調回來 調那個 生存模式 然後對 大家應該看到這個 這個 Book of Law 因為我們沒有拿嘛 然後這個 Social還有Donator Social就是 這個 其實它更有一個 就是蠻大的一個突破 就是可以多人了 那 這個 我也是非常高興的 Social 你可以多人 就是 可以多人完天啊 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然後Social 你可以看到這個 噢 完了這個 整個就是 非常的錯 為什麼會有梗圖啊 Forever or Long 就是 你是Single Player啦 那可能你之後 你可能要自己手上 就會進一個Server這樣子 不然它就會進這個 這個什麼圖示的 真是討厭 然後Donator就是 你可以看這個啦 就是這個介紹 它就寫說就是 我可能 附給它前 就會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 那個 特殊的裝備或怎麼樣 這個就是 不多介紹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詳細說明啦 這個 這邊兩邊出的問號 就是 不然 對啊 這樣比較好 因為本來這邊 這兩邊是什麼都沒有閒置 那我之後 之前都不知道這邊都可以放東西 好啦 那 大概就這樣啦 對 一切都正常 所以這次聽到應該是 裝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啊 Lag 對 然後呢 對 忘了一直忘了講 看到右上角了吧 這個小地圖已經出現了 當然這個小地圖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就是 對 這聽到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所以呢 對 如果你裝了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盡量跟我講啦 或是有什麼bug也可以跟我講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實況 這 不算實況 這次的那個安裝教學就到這邊啦 然後 當然 應該是 就是期待我的 下一次的 那個天堂實況吧 對 下一次的天堂實況 就是這個 802了 真是讓人家興奮啦 好啦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吧 掰掰